好 来 我们先来看命理题 我们这个问一下周英君老师 老师 哪些守面相的人 容易被家人 我们特别讲家人 因为他被外人可能 我家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什么 但是家人永远是他心中 他完全躲都躲不掉的那一块 会被家人拖累 通常每个人 都有可能在外面被拖累 但是因为你的 延伸家庭的关系 有的人本来就是出社会 他就很小心 小心翼翼的在走 但是为什么会被家人拖累 因为你太爱他们了 太在乎他们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他们的 会觉得说有时候没关系 没关系 或是说有时候 如果说你真的是 看骂得过 就是你还是一样 可以处理得过的话 譬如说他的 应该讲说你的前夫来找他 但是还是爸爸 那如果说爸爸要找他的话 他可以给的话 你就给那个就是 我的能力范围还是可以 就没有问题 那不叫拖累 那如果说你的能力范围 真的是没办法的话 那真的就是拖累 因为会被他拉垮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 你不知道如何的去拒绝 所谓的家人 那你才会被他们拖垮 你这一拖垮 就是拖累了 对 所以有很多人是被 家人拖累 那家人里面包括很多 当然父母亲也是 兄弟姐妹也是 就是有时候连那个叫做 没人的另一半 那也是家人 那个时候你会认为是他是家人 还有就是儿女们脱离也很多 这些都是家人 而且以为要小心地下钱庄可是 你妹夫是 你姐夫是黄登輝 还有一条四百五十万 我儿子一直说叫我贷款给他做生意 然后我也去贷了 结果银行要 我听说真的疼我了 银行要拖款的时候 说我们有之前有贷一百五十 还完了 可是没有徒销 他说没有徒销就不能借 叫我再打电话去徒销 那琪琪就说妈妈我们在考虑一下 好像在骗我们 又赚回四百五十万 本来还叫你再带四百五 拿什么东西带 房子啊 谁的房子 高雄的房子 带四百五再去投资 我们来看看 哪些人 就是说 比较容易被家人拖累的 就是耳朵短小 或者滑忌 滑忌比较低的人 就是那个应该讲说 我们讲说这个 天平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人 这种人通常就是 因为他会容易被亲情缓架 所以说他容易会被父母去拖累到 因为这种人通常就是在 观念比较传统 他比较会觉得说 顾虑方面会比较多 那就是也比较没有什么组件 耳朵小的人 胡分又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通常来自于父母的资源 会比较短少 会比较少 那很可能你的 你的哥哥或是你的弟弟 甚至于你的姐妹 都能够来自于父母的资源比较多 因为不一定 你的爸爸妈妈是都没有钱的 可能有 但是你的资源不会来自于 就是你的资源会比较少 他就会觉得说 你或是你很能干 你就不需要这些资源 他就会把资源给别的兄弟姐妹 或是因为怎么样 以前有一阵子就是集中支持一个 就是这个比较会读书 那你可能书读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就把你的资源给他 那你就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后来如果父母生病了 或是父母怎么样 他都通常都是你要去照顾他 因为你可能没有结婚 你可能工作比较差 那个哥哥或是那个弟弟 他工作比较好 因为他之前读书什么 都是父母的资源的 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很好 那就不会去辞掉 而且爸爸妈妈很可能 也不会跟他一起住 因为他娶的老婆 或是说嫁的先生 都会比一般都会好 那你不会去住他 你就会跟那个资源 本来就比较弱 因为他会跟你一起相处的比较多 他就会跟他在一起生活 对 这样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太不公平了 就是变成说 资源得多的人 反而不用照顾父母 资源得少的人 到后来就变成是照顾父母 那因为你怎么样 你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 你不会觉得说 父母会害我 那你通常都会怎么样 心肝很嫩 就是因为比较没有胡混 你不会想那么多 所以你一直以来就是 通常就是 被这些亲情去绑架 所以说是被父母去拖累到 好 那还有一种人 我们来看 他这个是叫尖门凹陷 尖门就是在太阳穴 太阳穴 夫妻宫 感情宫 对对对 像这种人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比较凹陷的人 注意一下 你都会爱恨交之 容易被爱人来拖累 我们所谓爱人 有时候也是就是 另一半 那很可能你都会觉得说 我想要跟另一半 两个人好好的共同走 但是问题通常就是 你在前面走 他在后面追 他不会追你 他在后面 你就是一直在拖着他走 你们两个人 通常都是不通掉 如果这个是女生的话 那男生可能他就是 他的应酬 交际应酬很多 他会偷偷的 不一定是杨小三 可能就是会跟跟女朋友 就是一大堆这些女朋友 他就桃花不断 那你永远会觉得 他有一天会回头 有一天会回头 你就一次又一次的去支援他 一次又一次的去原谅他 通常这个都是属于那个 那个肩门比较凹陷的 那同样的道理 一样如果说这个是男生的话 他也有可能也是会一次一次的 原谅女生 原谅你的老婆 或是你的女朋友 因为他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去做一些 让你伤心 让你受不了的事情 但是还是会原谅他 这就是肩门凹陷的 通才在男女夫妻感情方面的 这个区块里面是比较弱的 所以永远就是会被另一半 就是你被你的爱人来拖累 真的 老师你好准 从小我妈妈就说我夫妻公布 就是这边凹陷 她说离婚了不要再嫁了 不要再交男朋友了 你看 所以像这种在离婚之前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到 你正面给金 我们这次 我们这次不能说你妈迷信 我们还说你妈真的有熬 真的是有点熬 熬夫妻公 对 所以说 但是还好你晚年很福气 很肥 很福气 男中天平 女中帝哥 帝哥好 没关系 所以你碰到一个好女婿 而且愿意花在你们身上 这也很不错 再来有一种就是 类堂塌陷或是有伤 就是你这个地方 类堂的地方 这个都要注意 很容易被你的小孩 因为通常就是牵肠挂肚 容易被你的儿女们去拖累到 有时候就是明明那个小孩能力不足 但是你又舍不得他吃苦舍不得他 你就一次又一次的支援他 一次又一次的 甚至他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什么大生意 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因为永远都是他拿钱不会辛苦的 因为他伸手上面就来了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 他就是我要开公司 上班太苦了 那老板都会针对我的上司都会针对我 那你就给我开公司 开公司自己做老板会多好 那我一定赚很多很多钱来孝敬你 那你钱就拿出来了 OK 这个拿出来他就开始 因为他的公司 人家是从小公司 小的那个一个月一万多块两万多块 这样子再开公司 他没有 他一次就要十万 因为他一定要开尬公司 大公司才有气派 我有气派 我要找很多很多人才会这样子 但是就这样子 他你就一直 因为那个花钱 就是那个什么拿钱出来的人 永远就是没办法做主 那做主的就是不知道赚钱辛苦的人 所以如果说你的 你要还是要看 所以你如果说你的儿你们 真的是能力不足 你也不用怕他吃苦 你说怕他那个有借到地下钱庄 如果说那个地下钱庄 你要知道一百万 他可能到后来可能会花 但是他因为你这个一百万 很简单的就拿出来还 那你要记得 他有可能再借第二次 有可能再借第三次 这个都是因为他没有 应该讲说 儿女们一定要让他自己吃苦 除非他不干这些事 就是除非他不会好高无言 因为有时候儿女们好高无言 绝对是父母真的永远的伤害 老师讲这样是说 你这儿子一百万地下钱庄 如果不帮他还 他如果被人家打 被人家杀 被人家干嘛 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 可是又说如果帮他还了 这次痛他没痛到 他下一次他会不再说大床 那这中间怎么拿捏 对不对 通常如果说你不帮他还 那个地下钱庄 一定会跟他商量 怎么样去好好慢慢 就还这一条钱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 以前真的会打打杀杀 要把你杀掉 他现在不敢了 因为他不可能 这个去跟你拔 他不可能跟你赌 所以说如果说你出来的话 就表示地下钱庄是赌对的 因为他已经有探听到 为什么他能够赚到 能够借到一百万 因为他已经知道说 他的妈妈叫琪妈 他的姐夫叫黄登辉 所以他已经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叫做 我们说好像一个房子 是一个保障 那有房子的人才能借钱 那那银行的保障就是房子 那那个地下钱庄的保障 可能就是琪妈跟黄登辉 他绝对不是你儿子 你放心你儿子借不到这些钱 那如果说你的保障 一直都是可以保障的话 那地下间庄就根本不怕 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被儿女 们拖累的一个项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在 就是我们讲这个类堂 就是这个下颜 下颜碱这个地方 如果说真的比较凹陷的话 你要真的要注意 对 儿女方面 真的不要姑息他们 可是我很多朋友都 都有点像我的状况 他比我更惨 全部家当都投资 大家都悲惨的 真的 很多父母都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算还好的 对 就是我儿子还算还好的 对 他现在乖乖的 你要注意 你不要改天你听到电话 一接起来 妈 是他爸爸不好 我真的想找人去揍他 哈哈哈哈 来来来